早上七点 扫雷分队的车辆就驶出营区 开往黎以边境蓝线雷厂执行扫雷战务 从2006年起 中国根据联合国命令 向黎巴嫩派遣违和部队 这片边境雷厂一直是违和部队的主战场 由于直辈生长 雨水冲刷等外部因素影响 加上人为破坏 这些地雷和微暴物状态极不稳定 碳排的安全风险很大 信号员定位 植被割除 地雷挖掘 官兵仅能在一米多宽的通道内作业 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 每次来到雷厂 我有害怕的感觉 反倒是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祖国派我们来到这里违和 来扫雷 我们就要用实实在在的工作 牵扶起中国军援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担当 在扫雷队伍中 还有四名英姿萨爽的女兵 走上雷厂就没有性别之分 女兵刘惠宁从去年抵达任务区开始 已经进出雷厂200多次 排除地雷100多枚 从最开始的战战兢兢 到如今能够听音变雷 沉着冷静地排雷 刘惠宁和其他女兵 在一次次与死神较量中不断成长 走上雷厂排除地雷的过程中 那种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我相信这次违和的经历将是自己军女生涯中最亮丽的一笔 随着一声巨响 扫雷官兵对当天所清排出的地雷成功进行销毁 圆满完成了一天的扫雷工作 在部署到任务区9个多月的时间里 第21批复离维和部队 已经累计清排雷厂面积7100余平方米 销毁地雷等未保物1300多枚 中国营对连林部队的贡献可以说是十分巨大 他们的军事举止得体 纪律严明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认为中国营的士兵表现得很好 走出国门 维和官兵的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中国军队的形象 部署到任务区以来 我复离维和部队通过议诊和捐赠等多种形式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还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传递和平友谊 我们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军人的责任担当 插亮了中国军队名片 为维护南利地区的和平稳定 贡献了中国力量 我们将接续传承 忠于祖国不如使命 展示国威的维和精神 引导和激励官兵 把使命镌刻在维和战场 把忠诚书写在异国他乡 阿姨 阿姨 加泰